用荒包看成的多士大家就吃得多了 不知道以下这些创意多士大家又有没有吃过呢? 网上流传有一位女孩发挥创意 用多士制造了这个龙虾造型的多士 吸引了电视台来采访 而最近她又再挑战自己 用多士砌出一只立体恐龙 她将白荒包剪成恐龙骨的形状 再放入焗炉焗3至5分钟 再将这些恐龙骨组合在一起 用糖漿固定 制成品和真的立体恐龙砌图都有几分相似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都可以在家里试一下 不过有网民就说 砌得这么辛苦 担心自己不舍得吃